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明明时间是因为上次吃卧鸣把我的桌子给烧掉了 很多粉丝问我这个桌布是不是换了 桌布没有换 因为这个桌布挺大的 因为吃卧鸣没有陪我 所以我把这个桌布换了一个地方 你看这是上次烧的地方 所以很多粉丝纳闷我的桌布怎么还是这样 没有烂 这个桌子也是 我只蒙住了 你看这还是烧烂了 这吃卧鸣好抠 不陪我 好了今天我们来拆四个这个快递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三个也是未知的快递 也也是在那里堆了挺久的 天才这个我知道的吧 这个是你们金融推进给我的 哇这么大 我感觉这个明明可以坐一期视频 这个应该知道吧 我说的 我说的没有影线 这个里面应该是那个影线 这个就是网上天火的那个炸弹那个餐盘 它是先把这个东西给扣起来 然后把这个影线扎上去 然后点来了 然后蹦这一次 其实我感觉这个还是挺有亮点的 我感觉如果单独撤 你们又要收我水视频 我感觉消失 死神那条 地雷线 没有好多 好多根 可以用好多次 按顺序这样扣上去 A B C D 然后从这个洞里面扫进去 把这个快力放进去了 好了我们先点燃它 虽然这个是假的 但还是有点辣的 我被的耳朵上去了 还好这个问题不大 其实创有的那挺喜欢的 因为在那些网红餐厅里面挺常见的 我们来第二个上海市 两元百分百重要 这吐血小雪包 这个也是一个整股玩具 就可以模仿吐血 什么做的 这个糖浆色素上的 都是可以吃的 好了我们模仿一下 哇 天整个物质都那个香的味道 香不香流血 甜的 我去洗一下 这个我建议大家 是不要吃下去 这个感觉这个 里面这个色素太多 跟我洗的半天 还是红的 我嘴巴感觉像偷了口红一样 洗了好久好久才洗干净 而且手上这个红色的 好能洗干净 现在还有这个印子在那里 说实话这个 逼真还是特别逼真 好了继续拆 这个感觉挺久了 特别是 这一单都有点被设 哇 这个真的是买了挺久了 都是臭电脑 我都怎么一直找到 没找到 臭电脑过人瓶 这个本来是要单独测评的 这个臭电脑吃起来真的像臭电一样吗 文字还挺香的 感觉像一个小的那个方便面饼干 没臭电 这不是臭电脑吗 这不是臭电脑吗 那吃起来有点清凉啊 搞得我还真的也会吃得像触电一样 这就是臭电脑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 最后一个 哎 这个是吃不明的 这个臭电脑 这个触电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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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眼镜 这个叫懒人眼镜啊 你看 它这里有这个镜子啊 你看看看看看看 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看到哪个地方 要不是这个长得有点奇葩 不然这个简直就是作弊神器啊 你看 我手上在干嘛都知道 我现在虽然头朝着向你们啊 但我能玩手机啊 就是有点不清晰啊 把它放一点 哇 这样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现在要看这个镜头的话 我需要这样 这个样子才是正对面 给你们也带上了 看到我的脚没 平常躺着玩的事情就这样玩 一点问题都没有 哎 就是不论烧脸啊 我看个视频 就最近买了 不少这个拍电 然后我 好 真的很不错 这个 唯一确定就是 这个镜头感觉小了一点 所以 感觉有点不清晰 有点这个 从影少的 好了 今天这个拍电就差到这里 总的来说 我感觉都挺有意思的 找到单独测评啊 好了 大家帮忙 评论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如果大家想开我设备 他可以在下面的 好了 拜拜